金鐘獎式帝歌仔戲演員陳雅蘭 榮獲了台師大第23屆 傑出校友獎 上台領獎時 她的恩師楊麗花老師 也驚喜了現身現花 讓陳雅蘭當場內崩 直呼本來準備好的講稿 統統都忘記了 陳雅蘭也說 會在保留傳統跟兼顧創新之下 致力的推廣歌仔戲 她還表示 未來還會將歌仔戲 跟AI員工智慧做結合 開創台灣歌仔戲新紀元 從校長手中接過獎杯 歌仔戲演員陳雅蘭 榮獲台師大第23屆 結出校友獎 也是管理學院15年來首位獲獎者 拿到這個獎 讓她直呼不可思議 但更不可思議的是 這位超大咖的神秘嘉賓 恩師楊麗花驚喜現身 讓陳雅蘭感動又驚喜 當場淚崩 原本準備好的講稿 全都忘光光 把妝就花了 我的恩師 歌仔戲國寶 楊麗花出現 打亂了我所有的節奏 害我要講什麼都忘記了 多年來在歌仔戲領域 根源成績亮眼 更以電視歌仔戲 嘉慶君由台灣奪下金鐘獎 成為台灣電視史上首位女士帝 電視劇嘉慶君由台灣 是我就讀師範大學第一部作品 基成恩師楊麗花的一波 陳雅蘭致力傳承歌仔戲文化 責任大但她不怕 運用所學努力奉獻 接下來的歌仔戲 將會與AI結合 我會為保留台灣重要的文化資產而奮鬥 誓言保留台灣原生巨種 為歌仔戲